性侵小六职儿,唐叔判刑三年六个月 宜兰26岁无姓男子,八年前趁家族聚会,将才十岁的唐侄带到家中猥亵 男童不懂拒绝,佩可与唐叔互相爱抚 直到男童升上六年级后,两人进而发生性行为 去年男童父亲怀疑儿子有同性恋倾向 他因此向老师求助,这段书之间不伦关系才曝光 法官审理时,唐叔表示是出于好奇心好玩,才会与唐侄发生不伦关系 法官考量他当时年仅18岁,年纪尚轻,欠缺审慎思虑,控制力不佳 且是贞得唐侄同意后,双方才发生性行为 犯罪情节并非全无可敏处之处 昨天讲唐叔依妨害性质主罪,轻判三年六个月徒刑 东新闻宜兰兰报导 本集结集本罪,中国有云莲地亚